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新的小組就由這個星期正式開始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緊張呢? 你緊張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你現在坐在一個新的小組裡面 這班小組裡面的弟兄姊妹對你來說 你都不是很熟悉 又或者很可能你繼續在你的組裡面 不過你又不知道今年這個小組的前途是怎樣 究竟有什麼新的經歷 不過無論是什麼原因令到你緊張也好 我很盼望你今年當你回小組 就試試學一下好像上個星期 牧者對大家的鼓勵一樣 就是你看回小組其實是一個操練 是一個鍛鍊來的 是鍛鍊你去跟別人的相處 去鍛鍊你一份什麼叫做彼此相愛的一個相交生活 因為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是坐在你隔離的弟兄姊妹 其實她跟你是不同的 不同在可能他們的性格 不同在他們表達的方法 不同在他們的背景 甚至不同在他們腦裡想著什麼 你知道嗎?就是因為不同 所以才能夠給我們一個ground 來鍛鍊一下我們怎樣去包容 我們怎樣來學接納 我們怎樣來學彼此相愛 如果一樣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學的了 就是因為不同 所以我們才能夠可以學習到這些 可以鍛鍊到這些 但當然我不是很想你每次回到小組 都只有這個心態 就是我去忍耐 我去包容 我不是想你這樣 其實我很想你能夠好好享受 你每個禮拜小組的時間 不過要享受到 這就很視乎今天 你是帶著一份什麼的心態 來進入小組 來參與小組 因為我們很相信一件事 其實要個組好 其實就不可以只是 單單靠一個好的組長 他怎樣來帶組 我們更加相信一個組 要好起來的話 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班的組員 我們是不是一班好的組員 我們帶著一些好的心態 進入小組當中 我們一同的來建立 組員其實更重要的組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大約兩年前開始 教會就開始有這個 preoikos 這個小組初體驗的設立 就是我們去給一些 未入過小組的特殷姊妹 先來經歷一下小組 不單止經歷 其實在那幾個禮拜的經歷當中 牧者更加會教他們 究竟怎樣成為一個好組員 才進入一個小組裡面 所以我盼望透過這個機會 就是這一年開始小組的這個禮拜 我趁這個機會 就跟大家重溫多一次 究竟作為一個好的組員 其實我可以帶著什麼心態 進入的小組 好叫這個小組在今年的裡面 能夠更開心 能夠更受造就 作為一個好組員 第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就是一個投入的心態 就是說 你要回小組 要回得投入 其實在過去的裡面 教育團隊 為到每個禮拜的小組 都會擺上很多的心機 時間 來為大家預備這個材料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一方面當然 我們說小組是一個成長的小組 你需要一些方向 就算分享你也需要一些方向 與此同時 其實是因為 我們很希望給大家 有一些很具體的範圍 好叫你能夠 你投入得來 都不會說 很了無邊際 所以其實 所有的小組的材料 其實都是幫助大家 能夠可以投入 在那個禮拜的學習 和分享裡面 在接下來的年內 我們也繼續會有 這個video 好像大家今天正在看的一樣 我們牧者 繼續會有 在video裡面的一些教導 給你一些方向來分享 我們又會使用這個星期日的崇拜 我們在當中 給弟兄姊妹的提醒和挑戰 讓小組有一個空間 你去分享一下 你聽完道之後 你有什麼領受 也都我們會繼續有查經 我們來不來的時候 都會幫助組長 有些pre-study 和大家打開聖經 我們直接從聖經裡面 來學習 這些都是教育團隊 他在未來這一年會繼續努力 不過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如果弟兄姊妹 你參與的時候 你不投入 其實對你 就真的沒有任何幫助 你的投入 可以在兩方面 你看到的 第一件事 就是在這些材料上面 在這些活動上面 你投入的去發言 你投入的去詢問 你投入的去建立 當組長邀請大家分享的時候 你主動舉手 我先說 又或者當在查經 裡面問問題 你又舉手 我有些體會 我有些分享 這些就是所謂的投入 而在你的投入當中 你是在建立小組 第二件事 如何反映到你的投入呢 就是好看你 究竟在小組裡面 你究竟是不是留心和專注 我知道了 其實現在 我們每一個都是一些亡人 尤其是當有這個 Smartphone出現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工作 就好像無時無刻 都在繼續 我們跟小組以外的人 的聯絡 就無時無刻都在繼續 在聯絡 但我鼓勵你 就是 當班小組的時候 不如如果可以的話 將你的電話關掉它 又或者 將你的電話交到鎮機 不要成為了你的打擾 當電影師妹分享的時候 你不要拿手機出來 在這裏 亦都不要在這裏 無端端的 又是上Facebook 又跟別人聯絡 這樣 因為這件事 很反映出 究竟你是否在投入 在小組裡面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 你不這樣做 其實你是在尊重這個組長 和尊重你其他 在投入的組員 所以一個好的組員 第一個的心態 就是 你需要有一種 投入的態度 第二種心態 一個好組員 會怎樣 一個好組員 會真誠 我們說 在小組裡面 我們有很多分享 而我們每個人 透過分享 其實我們想怎樣 我們都盼望 能夠在小組當中 建立一些很真摯的友誼 但是 有哪一段真摯的友誼 是不由真誠開始呢 真誠就包括了 我們在分享當中 我是否真的 就是開放我自己 當別人問我問題 關心我的時候 我是否真的 願意嘗試打開自己 讓對方有個機會 來瞭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又或者 反過來 當你的組員 他分享的時候 你看到他有難處 你看到他心裏面 作難 你有沒有那份的關懷 你要嘗試問一下他 究竟你的故事是怎樣 我們經常說 是一種很合理 和一種很好的八卦 你嘗試扮一下別人 究竟他的生命又怎樣 其實就是透過一些 生命上的交流 其實一份真摯的友誼 才可以在那裡 建立起上來 所以我很盼望 鄭英姊妹 當你去到小組裡面 你真的打開個心 你就是分享 不過當然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又不要忘記 小組絕對要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鄭英姊妹來到去分享 而要有這個安全的環境 我們一定要一起合作 包括了什麼 就是你不要說話 在小組裡面 我們聽回來的東西 我們講過的東西 討論過的東西 我們不要說出去 因為你講出去的時候 即是說你破壞了 這個小組裡面安全的環境 以後你身邊的鄭英姊妹 就不敢說了 因為怕說完在外面聽回來 所以教會一直對於這件事 都很重視 我們都鼓勵你作為一個好組員 你用一種真誠的態度 來代祖 但在同時 去維持這一種安全的氣氛 第三個好組員的心態 就叫做謙卑 我們在小組裡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分享 我們有很多東西說 很多東西聽 但同時間 我們的組員跟我們也是很不同的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 可能跟你的意見 不一樣的意見 又或者別人的一些做法 或者一些感受 你未必能夠在那一刻完全認同到 不過我鼓勵各位好組員 你都需要有一個很謙卑的態度 你都聆聽別人所說的東西 讓對方能夠有機會 來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 當然 那些東西不一定是你認同的 但是 我們嘗試聽多一點點 我們嘗試用一種明白 或者去嘗試明白 對方的一種心態 來給別人說 你又給機會自己聽 而不要這麼快網下判斷 jump to the conclusion 於是就說一句 就說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了 又或者說 我給我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我知道 在小組的關係裡面 其實我們是需要 有一份彼此的守望 並且彼此提醒勉勵的關係 但是我怎樣能夠 又可以勉勵對方 又可以來到去守望對方 甚至乎去提醒對方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同時間 我又可以用一種很謙卑的態度 來向對方表達呢 這個呢 正正就是我們在小組裡面 我們要學的一種 帶著的一種謙卑的心態在裡面 好了 這個是第三種 我們作為一個好組員的心態 到最後 一個好組員要有什麼心態呢 我會說 是一種珍惜的心態 就是你珍惜每個星期 你有機會回小組 有機會去到一組人的面前 來去聽他們的故事 你都有機會說你的故事 這些極其機會 大家都知道 其實教會越來越多人 其實去到現在 都不是每一個弟兄姊妹 一話想入組 我們就能夠安排到小組的空位給她 所以大家有機會回小組 其實很想大家來珍惜 怎樣珍惜呢 兩方面 第一 請你珍惜的方法 就是你準時回小組 每一個小組的組長 都會跟你 來調教你們小組開始的時間 有些是7點半 有些是7點45分 有些是星期五 有些是星期六 甚至乎有些是星期日 但是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小組的組員不準時 於是令到小組 很多時刻 要是很遲先緣 又或者在中途中途 因為時間關來要腰斬 這個都很影響小組本身 所以我鼓勵 你準時回小組 第二件事為珍惜呢 就是你不要亂去缺席 你這個星期五晚 或者星期六晚 或者星期日下午 這個小組的時間 其實已經約定你了 這個甚至乎 不是一個聚會 這個是一個約會 你試著用這個心態去想 你每個星期已經約好 做一班電影師妹 在同一個地點 同一個時間 在那裏開放生命 如果你不能去 其實你會怎樣處理呢 你怎樣去對待呢 這個是你的priority 這個是你那晚的活動 你約定了 所以我請你不要納亂 輕易地放棄你翻組的機會 教會給大家有一個提醒 就是盼望大家用一個準則 就是一年裏面 我們那個翻組的次數 是要有七成的 因為我都想大家去想 你有這個機會翻組 人家沒有這個機會翻組 但是你有這個機會 但是你又不翻 那是不是浪費了一些空間 或者一些位置 來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所以鼓勵大家 你可不可以珍惜你翻小組的時間 到最後呢 跟珍惜都有關 我都很想為到我的組長 還有一些host 來跟大家有這個提醒 就是 當然啦 你翻小組 你要有委身 你要有 commitment 但是你想像 當你說你要委身 commitment 之前 其實已經有一班 突然姐妹 已經立定心志向你委身 先 他們每個禮拜 預備定一個地方 他們預備定那個禮拜 大組的材料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跟你一同 甚至乎給你一個機會 在當中成長 並且分享 所以你不去 你不守時 你對於這個時間興奮 其實變相地 你對他們 是一班組長 以及這班host 一個所謂的 discouragement 你令到他們的時候很困難 所以我同樣地 繼續鼓勵你 你就用這個眼界 去珍惜你每個星期翻組的時間 好啦 那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講了四件事了 就是四個作為一個好組員 我們有一個心態 我們講過好組員的心態 會怎樣 第一 他會投入 第二 他會珍成 第三 他會謙卑 第四 他會珍成 到最後 我想交個時間給大家 就開始新的一年 這個分享的時段 我今天給大家三條問題 這三條問題都是 承接著星期日 牧者給大家的鼓勵 就是為到今年你的屬靈生命 要有些打算 為到你的屬靈生命成熟 要有些夢想 第一條 就是 不如你問一下自己 新的小組的開始 你作為一個組員 今年你夢想自己 又或者你期望自己 要成為一個怎樣的組員 怎樣的一個組員 是比去年更好的 你試試在小組裡面 來分享一下 夢想一下 第二 就是 今年 你對你自己的屬靈生命 成長 成熟 有沒有些什麼的期待 你想在你的生命當中 哪方面 在今年年尾 再看回頭 是會成熟過上年 這是第二條問題 第三條問題就是 既然你有這樣的目標 要去成熟成長 你會擺上什麼行動 去幫助自己成長和成熟 目者給你四個提議 你還記不記得 第一個 就是 從今天開始 進入萬內 去養成 每日親人上帝的時間 第二 投入小組 在小組當中學習 給予分享 第三 開始你的事奉 在當中學習什麼叫付出 還是第四 開始有金錢奉獻的習慣 學習什麼叫養賴天父的供應 這些都是幫助你的生命成熟 你又會有什麼行動擺上 好叫你去成長呢 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你們 足夠的朋友 我們請見到 我們請見到 下次見 再次回到 開始 開始 開始